《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今天我們18樓CP座率先響應 香港政府國民教育 愛國教育 這一輯找來的一位嘉賓 未介紹嘉賓先介紹我的拍檔 鄧梓盈還是鄧梓盈 鄧梓盈 鄧梓盈 公民黨九龍西支部的副主席之一 我們嘉賓坐在正中間 就是神舟青年服務室林偉堂社長 你好 各位 林偉堂 神舟青年服務社先問為何有這個名字 神舟青年服務社有三十多年歷史 這就是一群支持中華民國的人 在三十多年前發組織的 但是這個團體一向都不怕被人挑戰 親台灣團體 我們是親中華民國團體 因為我們的理論是中華民國 過負孫生的三民主義思想 那是否那些人員會員大多數都去過台灣 或是國民黨籍 那不是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我們去台灣讀書 甚至有些人說台灣過來 其實我們很多都是香港土生土長 基本上大部份都是土生土長 但有沒有去台灣讀書 有 但是個別部份 不是全部的成份都有一半以上 其實都沒有 我以現在來說應該是三分一 四分一 讓林社長澄清一下神舟青年服務社的成份 組織的背景 他們有關心兩岸服務香港 你現在服務的範圍在哪裏 我們現在由地區開始 我們一向都是在地區做的活動 譬如幫助老人家 幫助貧窮人士 有時大一點的地方都有 他們是搞一些活動 加聯盲會都有的 我們找林社長 不是單止說他怎樣服務社區 尤其是他現在在深水埗展開的服務之外 我們這次的話題剛才一開始說愛國教育 當然是說我們偉大的中國 中華民國等等 本清政府之後就是一個辛亥革命 國父孫中山 推翻本清政府 辛亥革命今年是去到幾年 18年 即是1911年 1911年 10月10日 起義 到現在是100年 在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來紀念或慶祝 你們神州青年服務社 或者你自己參加過 有哪一類型的活動 以剛過去來說 我們前個禮拜日 在立花生球場有一個 百周年足球紀念賽 邀請了一眾當年的中華民國代表 中華民國的足球 因為中華民國當年的足球 有很多都盛極一時的 拿過亞運金牌 和奧運參加奧運足球賽 你不說真的不知道 我當時數到五多年 阿叔林上伊士多 你這次來比賽的 不是那個年代的人 是 賺錢 那些人厲害 還能跑得到 有個別幾個 譬如何蓉卿 何蓉卿 我快聽過 和文偉 聽過都說不好聽過 大西 不聽過 何蓉卿很高 本地的 其實今年都六十多歲 和和文偉 南華教練 都有參加過 用了一個遠性的角度 足球當時中華民國代表 拿亞運金牌 用遠性角度的活動 還有沒有其他呢 還有的 例如我們接下來的 10月來講 我們會搞一個大型的圖片展覽 就是在一個旺角行人尊重區 多少天 一天 因為疑於場地問題 應該是在 之前一個星期日 應該是10月9日 大型有多少張圖片 你帶了一張圖片 我們一起展示一下 大型的圖片 還是大型的圖片 很多個展版 這是其中一部 這個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 是文國成立之後拍的 他的造型 做型 魚血雞 挺帥的 挺帥的 這個是武邊 武邊 西裝 三件頭 一個新時代的 一個新時代的 一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成立這個 孫中山先生的事蹟生平 可否約會跟我們的觀眾分兩下 簡單 坦白說 跟我們的臨急抱佛腳 拿了一大疊資料上網 找了辛亥革命 真是的 很多字 有哪裏武昌起義 有南昌起義 有甚麼稱帝位 不妨找你 其實我跟他講 以神州春聯服務社來說 有很多更加熟悉的 會員 更加資深一點 你說找創社社長 更厲害 我簡單講一講 是 是 孫中山先生 出生當時是清朝 正值清朝 終衰的時間 那時應該是 實際上喜歡聽這個 鄉下 即是中山 即是現在叫中山 現在是 中山園喜歡聽這個 甚麼鄉山 中山 鄉山 鄉山園 因為他改為中山 是的 以前是鄉山園 喜歡聽一個太平天局的故事 也啟發了他 有革命的思想 但是他最大的 革命的思想 就是來到香港讀書 讀書而去讀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讀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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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也覺得 行醫也救不到人 就好像魯信那樣 是要革命才救到人 是 是 是 如果說香港這個地方 郭富來講 也有很多事跡 你會培養他革命思想的土地 這個是 之一 之一 是 最大的成分 還有他受洗的 都是在香港 他受洗的 都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受洗的 讀書 受洗 譬如說去過哪些地方 去過哪些地方 我就知道 去香港大學 讀醫科 接著其他 其他 你說現在 說香港島那邊 你說中山市職景 可惜中山市職景 現在你去到 只有一個懷念 那個 甚麼地方都已經沒有 在哪裏 中山市職景 中區 中西區 在哪裏島 大約在 這個 荷里活道一帶 直到香港 寫著是中山市職景 中山市職景 一個個牌 有十幾個市職位置 每一個有一個洞 在那裏 就告訴你當年 孫中山在那裏做過甚麼 但只有牌 其他甚麼都沒有任何的市職景 即是沒有甚麼古蹟 沒有甚麼燈 沒有的 沒有的 是一個壞臉 大家都純實一個 即是曾經在這裏 做過甚麼 對 因為香港多年前 香港島是一個 主要的活躍地方 是香港島 至於新界 有一個青山洪樓 還有一個叫家衛 被人為王的 就是白泥雕堡 先講洪樓 剛才小時候也聽到 為甚麼會去到青山那麼遠 其實是 因為那裏最需要策劃革命 以及最主要去策劃革命之外 是做訓練兵的 在那裏得到商人支持之下 他在那裏成為革命基地 現在青山洪樓 現在每年的雙十、十月十日和元旦一日 都是我們親中和民國團體的朋友 都會在那裏做慶祝活動 你們去做慶祝活動 現在的地方是誰管理的 都是屬於私人的 因為當年還沒回歸之前 曾經想到政府是做這個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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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應該要的 在那裏就說市政局 也說可以回歸 但在那裏回歸之後 連市政局也沒有了 連市政局也沒有了 於是那件事就沒有了 另外 繼續私人擁有 還有大家還有一個現實的環境 就是不多不少 都是我們親中和民國團體 在這裏活動的地方 掛滿了青天白日期 不知是否也是這個因素 政府也不是那麽 回歸之後就不是那麽 不是那麽想來的地方 那現在私人的保育情況 或者打掃 整理的情況 管理的情況 維修等等 其實現在最主要都是 元朗區那裏 有一個好友平 物業城 原來自己安排 安排那些人去那裏做清潔 保育維修 那裏是否平時都任人 任人入育 去旅行 可以入育 那裏有什麽設置 沒有什麽雕塑 那裏以前有三棵樹 三棵樹 有三棵樹 現在沒有 有三棵樹很有意義 就是百多年前 黃興那時種下的 因為黃興那時 和國庫搞革命的時候 那裏有幾棵樹 不過就說 經日久失修 沒有人理之下 有兩棵樹就摧倒了 那最後一棵 應該是十多年前都摧倒了 那你只有歷史 又是和我擺到黃興中三棵樹 那裏有什麼 共樓裏面有沒有任何紀念品 六幾年香港的右派人士 就在那裏做了一個碑 和中間做了一個國庫的半身銅像 現在每逢我們去到那裏有些典禮 都會向著那個碑和銅像 去演或者經禮 那個碑和銅像都是露天的 露天的 風吹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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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曾經被人去潑市都試過 這些公眾破壞 互相尊重對方的主義思想 現在每逢大型節日 之前都會動員大宅人去清洗場地 清洗 甚至今年百周年那些碑和銅像 都會從那裏有翻身過 聽你這樣說三棵樹又沒有了 有一個碑和銅像 其他附近是沙地、石地、草地 有沒有樹有椅子坐 有椅子坐在那裏 後來有人設計 那裏叫中山公園 那裏叫中山公園 中山公園是證明還是政府都證明為中山公園 我們叫 旁邊有一個叫洪樓 如果有照片看到洪樓 有人住在那裏 那裏是不能去的 因為有業權問題 好了 很值得去 怎樣去的呢 洪樓 一般來說公共交通工具 在湖蝶灣對面 如果有人搭去近龍門居 龍門居的車都會經過屯門那裏 在湖蝶灣對面有個輕鐵站 輕鐵站 然後步行行 對 這個龜爾夫球場 即是賽馬會的騎術學校 旁邊 步行行過去多久 輕鐵站一落 十幾分鐘都可以去的 你想去一下嗎 當然要去 辛亥革命一百年 一百年才去 一百年才去 一百年一年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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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起碼 今年一定是很隆重其事 是的 因為我們元旦都開始很隆重 即是整年 逼爆 其實我聽過 除了紅樓 我聽過有一次新聞報導 在西區有一個類似的公共 西區最近有一個叫做中山公園 就是近這個西區體育館 以前來說 其實有一個中山公園很久 告訴別人也不知道 但是那個中山公園 原來現在的銅像還沒興起之前 只不過是去到 可能你這個地方更大 舊石叫做天下圍宮 當時是中山公園 後來 去年應該有一個大同場 就是國父的孫女 孫世芳女士捐出來 其實也挺有氣勢 只不過就是 那個地方也挺大 全個地方都叫做中山公園 但是唯一就是那個地方比較格洩 可能沒有那麼多人會知道 還有沒有那麼多人會想 那你們宣傳一下吧 那次不是有些人去示威事 所以一定要示威 但是呢 才宣傳有一個東西 其實那個 都較為失望的 那個對話來說 我們來說 包括說他那些 那些擺設 除了是國父同將之外 就是沒有 不太懂得利用這些地方 如何宣傳 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你們有沒有給他們意見呢 其實有關當局 他都不聽我的意見 沒有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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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地方大 但是去到 譬如說 國父孫中山同將中間下面 有幾個字 叫孫中山的名字 白孫中山其實遠遠都看不到 這些是普通的文字 你剛才提到天下圍攻 我小時候聽到現在天下圍攻 為什麼 天下圍攻 最主要是天下 就是大家攻 是每一個群眾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民 每一個公眾 大家有的不是一個私人 對 並不是一個私人 亦不是為了一個 某一個階級 或是特權而設 有天下圍攻 我經常看四個大字 大道之行天下圍攻 這個是出自孔子的 你們解釋一下 這個 這些又不可以 這些孔子 下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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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彌棠你是否去台灣讀書 我不是 你又不是 難怪你 剛才一開始 三、四分 你本來不是 其實我們神聶聰明 很多都不是 我本來也是在香港土生組長 中學的時候 我也是在調頸領讀書 當時調頸領也是 百多年的時代 是 經國先生時代 遺留了一群國民黨 去不到台灣的國軍 我們也有些見證到 他們有些 他們沒有什麼希望 沒有什麼希望 會 有些調音當時 有些人留在這裏 就說會希望 立即回到大陸 有些就說 有些人去台灣 會接濟他們 但是我們去讀書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是沒有 已經安身立命 對 都不想再沒有這個思想 等無可等 不停等 等到你80年代 很遠 但他們是對中華民國 這個 孫中山的三民主的思想 是很忠於 我看到他們 為什麼你會去到條頸領 去讀書 你住那裏 這個不是 這個就是自己 自己讀書 較為 陰差陽錯之下 我當時 明明中置定 是 觀塘的 觀塘 比較近 因為有些派位的問題 後來沒有去讀 然後去了 經營介紹 但是當時我不是跟這個背景 去讀書 但去讀書之後 我就覺得 認同了他們的思想 還有 我覺得這個環境 令我很吸引 因為說 山上很難得 有幾個 蔣總統萬歲 我最初去到 都以為 為什麼有沒有 拆掉了 整個條件領 已經被議評了 當時的意思 就想著 自己不說不少 即是說 很個人 成敗 但是可不可以接觸 居民來說 原來這幾五個字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精神 振作 但你當時的 條件領的學校 都應該 是否很有規模 還是 也有規模 因為那間是 教會的學校 下面有一間 正式是台灣 政府資助的 那間是 叫做條件領中學 現在叫做景領書院 你一般來說 你剛才所說的 老兵的人 居住生活環境 是怎樣 都是掌目 不太差 是否由自己 一釘一目 開始 是的 還有 很意外 他們的 人情挺好的 他們原來 因為他們 一定 遇到環難 等於美負 整班人都可以 同州共濟 他們來自不同的 你知中國人 有一個 省籍 對 但他們來到省籍不同 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很合作 很盛 平時看到他們 他們在街上吃飯 忘記帶傘下雨 都會有人 不認識你 都會借傘給你 他們的心態 在等 他們怎樣去謀生 怎樣去過 其實他們都是 我到八多年讀書 其實他們很多 都很年輕的 都出生來 開始做事 即是出了市區 是的 其實那時候 台灣那邊 有一個舊種的 都會 都會 接濟他們 但已經不同 五、六十年代 那個時代 那條景點 你說的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 現在就 如果 條景點變成 圍景灣盤 變成 豪宅 整個山 直接削了 因為他都很刻意 有一個變成豪宅的店 回歸前 就很刻意 就是這個色彩 政治色度太重 很刻意 就一定要剷平 真的 講講講 你又講了 條景點 就是中國 即香港當中 有一些 即中華民國的人生 還有沒有 香港的 剛才是紅樓 還有一個白黎雕堡 白黎雕堡 這是在劉浮山 元朗過了那邊 劉浮山 對 元朗過了那邊 後面就是現在的 蛇後河灣 蛇口 因為我們上年 暑假都去過一次 還在蛇口對面 跟韻之間 都帶著國旗 一邊 描著 有些什麼 歷史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 雕堡 當年也是孫中山 策劃革命的 一個地方之一 那個是一個 但是現在 那個叫做雕堡 意思是 是說 那一座野 是 幾大了 幾大了 其實這間屋不是很大 但它頂部好像寶女一樣 寶女的意思是圓形 四方 是四方的 但是好像是 錦田那些不是類似圍城嗎 是 圍住的 當年國父有很多機關槍 對 要抵抗甚麼 抵抗哪裏 最主要是當時是近海 最主要是當時要經海道 相傳孫忠生從那裏騎馬去紅樓 我到現在都在想會否這樣 我到現在都在想會否很厲害 那時候坐車 現在都要坐車 坐超過半小時 騎馬 很合小說 但那時候沒有甚麼交通工具 另一方面 沒有的 那時候是 那也要走路嗎 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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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那時候的路來講都不會 很平坦 不是很平坦 但畢竟無離開 那個也是另一個被忽視了 現在的狀態又是怎樣 有沒有政府人理 沒有 因為那個都是屬於私人地方 又是私人地方 沒有人居住 現在你走進去就 有沒有鐵絲網封 它是鎖住的 自己鎖住的那個碟堡 那個碟堡是屬於一個 下白泥村的一個村民 因為他是當年的後人 那個碟堡有沒有 有些牌寫著白泥碟堡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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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語相傳才知道 走進去 不知道是甚麼 不知道是未必知道的 我也是去年才第一次有機會去 所以沒有人去 起碼都七八十年歷史 一百年歷史 有的 是的 新日革命一九一一 還有你可能普通人去到 都只是在外面看 都可能沒有那麼過癮 我們剛巧是認識到一些 那你進去就說你進去過一次 那裡面沒有甚麼 裡面現在都沒有擺任何東西 就是一些舊式的擺設 那些 都不知道很多地方 都住了白藝珠 白藝珠 是的 住的 會不會變危陋的 其實就應該 沒有即時危陋的 沒有即時危陋的 到時都會 一層都倒下來 沒有千見物 附近沒有東西的 附近沒有東西的 倒下來雙極都有限 但是那個 似乎聽你所描述 香港政府重視的程度 低調 低調處理 低調 是的 嚴缺 即是港島半山有個金堂帝 那個現在叫做孫中山紀念館 我們當年我們自己團體 有我們的右派團隊 希望叫做國父紀念館 他最後都是選擇一個孫中山紀念館 低自正確 這個地方就 其實我們覺得當年刻意淡化洪流 這個地方 國父紀念館 特區政府要紀念國父紀念館 但是刻意要用另一種手法來 希望做回主導 還有兩三分鐘 回歸前和回歸後 政府的態度 對你們所謂的右派團體 有否不同 你的感受 感受有的 其實很大 香港市民正確是回歸前和回家 是對你們的 對 即是你所謂的 即是你所謂的 總統大選 我們在黃國雙人採家 做過行人指控區 做過直播 他都多豬多留難 我們去找警方 一就說怕我們拿一支 青天白日國旗出來 他不想見到那個情況 因為當年來講 馬英九旗的原則上 他贏的勝算率很大 即是他會擔心 是禁忌 我們下一集 要拿青天白日旗出來的禁忌 警方是不是禁忌 其實就 你不敢塞臥不怕 其實不是禁忌 沒有人敢拿出來 你不想法國旗就怕 不是雪山獅子騎就行了 下一集 要拿青天白日旗出來看看是怎樣 下一集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理?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和GV的網上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